从国奥队前两场比赛特别是对比 国奥队和韩国队一比一分别打平沙特阿拉伯奥林匹克队的比赛来看 韩国队的实力和激战术水平并不比我们高多少 关键是心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仍然是上半场前十分钟的局面 我们在中场仍然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而且也能够攻入对方的禁区 但是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 中场的队员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纷纷退入禁区参与防守 这大概是队员们信心不足 生怕自己的同伴在后防线上出现漏洞 而让对方进一个球 都想着如果大家一起来防守守住平局 也可以淘汰韩国队 而我们进入前四门 这就是十分钟之后全线退防的局面 球一到外围就被韩国队断掉 重新组织进攻 使我们的队员得不到喘息的机会 而封线队员也得不到球 比赛战至上晚时的32分钟的时候 国外队由11号装翼替下了20号彭伟军 一个前锋踢下一名中场队员 从意图上看似乎是加强进攻 来遏制对方的队员 但是恰恰我们当时主要的正结是中场不利 和风险脱节 换上装衣之后中场没有得到加强 反而使我们的防守力量更为削弱 结果韩国队在第35分钟 由6号李基岩后排插上突入禁区 经过我们的3号肖尖在紧追防守 他转过身来之后在小角度起脚射门 这个球应该说不是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的门将孙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让球从自己的外侧腋下撞进了大门 韩国队8号引进换射门 打得稍微正一点被孙刚哭住 这是9号于成用 在左侧套边之后传中 此后国奥队只有在外围发炮 而无法渗入对方的禁区 上半场国奥队0比1落后 下半时比赛一开场 国奥队似乎打出了一点气势 连续攻入对方的禁区 获得脚球 并且也获得了两次试门机会 如果照这个局面发展下去 也许能够将比分追回 因为我们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现 中场的组织和控制能力也得到了恢复 11号庄翼在左路也给对方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这次船中跟进的二线队员似乎不敢大胆压上 如果有人大胆压上的话 对方门将扑出的这一点 正好有人迎球射门 将会是致命一击 此后又是一个绝好机会 但是在左路的庄翼没有想到这个球能漏过来 停球 没有停到 否则将是一次绝好的无人防守的射门机会 这两次机会的错过 使我们再次受到了命运的嘲弄 韩国队在稳住阵脚之后 耐心的组织进攻 9号于成用突入禁区 射门被削尖挡住 李明断球之后想大脚破坏 但是踢球失误 对对方的7号李宇英减了一个便宜 2比0 这个时候下半场比赛 开球还不到10分钟 5号李明 完全是由于心情急躁而慌乱 把球送到了对方的脚下 这样局面变得非常的严峻 由于卫星通道被占用 我们没有得到对方攻击的第三个球的画面 最后韩国队是以3比0 击败了中国国奥队 中国的奥林匹克队要想改变这一历史 要重新等上4年 韩国队在击败中国队之后 两胜一平 击7分 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名 进入了半决赛 在半决赛里 韩国队将迎战A组的第二名伊拉克队 而沙特拉伯队在击败哈萨克斯坦队之后 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二名 他将迎战第一小组的第一名日本队 半决赛的胜者 直接进入亚特兰奥运会 傅哲将进行一场附加赛 来争夺第三张入场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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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举办的 CCTV冰胖球擂台赛 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两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选手们还是观众们 反应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投入这么大的财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